要说呀 做工作之多呀 我可能比你还会多一些 三个公司我们集团要需要我管 但是我也没出现像你这样的情况 每一次我只要一节俗路影 第一时间要回家 我不相信能比我还忙 但是为什么你就没这份心 这是最最关键 家仅仅需要的是物质吗 更多的是需要精神 需要心与心的距离 而你的心在哪里 为什么明明有时间可以陪孩子陪家人 为什么你在看手机 为什么在家里的时间里不能陪家人 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在家 就不涉及工作的事情 但是尽量要把这时间缩短 关键是什么 就是你那份心有没有 如果心没有了 所有的你都是可以有理由的 对不对 刚才说一直说男人的责任 你可能是承担了你作为家庭的 支柱的那个角色之一而已 但是你作为丈夫的角色扮演的如何 更可悲的是你作为父亲的那个角色扮演的如何 如果两岁多的小孩居然不认一个父亲来说 可见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有多么少 你现在还敢说我是为了男人这个责任 我再拼命地工作吗 可你真正能做到一个合格的男人 做到了几分呢 所以说若真是做好一个男人这个角色来说 就平衡好内外 平衡好时间 平衡好经历 而最最关键的 你的心无时不刻的要在家里 就这样 这个女生 我可能是因为我是女生 我会站在她的角度想 因为她首先她也要工作 她要社会责任 她也要做家务 要带孩子 她要求的其实也没那么高 她不是说你要在外面给我挣多少钱 我觉得她优秀在 她不要求你在外面必须给我拿了多少钱 她只要求你多陪一陪他们 就是这一点我特别理解她 然后你有好多放不下的 就我单听你来说 做事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是为了家庭 但是现在你的爱人 你的老婆有需要了 你的宝宝有需要了 你身上的社会责任很多 他的丈夫 孩子的爸爸 父母的儿子 可能你不光老婆 你一坐上这个行业 你的家人你都顾及不到了 因为你连你的孩子都顾及不到 别说爸妈那一块 所以我是觉得人 不光要把自己的工作这一块做好 也真的要照顾爱人家人 要平衡整个亲情 我也没有说让你就完全放弃你的这份副业 尽量的少做 然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孩子和宝宝 希望你多陪陪他们 好 谢谢 谢谢刘老师 问你了问题 你诚实地回答我 做主持只是为了钱吗 不只是为了钱 还为什么 我觉得我喜欢站在舞台上那个感觉 从前年开始 我全国有七档节目 当然到现在慢慢慢慢再见 我就你们的问题 跟我的妻子产生过激烈的争吵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她有一句话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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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